大家好,歡迎收看九四迷新聞 我是李真浩 哈囉大家好,我是未來少年蕾娜 初始見面請大家多多指教 也請大家多多follow我唷 就問你們意不意外、驚不驚喜啊 以為要看九四要客訴對不對 今天是我們全新單元九四迷新聞 我旁邊是未來會在每週二跟四跟大家一起播報 最迷最新新聞的虛擬主播蕾娜 蕾娜,我看上面你說你是講萬安哥的粉絲 真的假的啊 對啊,雷娜我就是喜歡溫文儒雅 又有蘇香氣息的男生耶 可是問題是現在溫文儒雅跟蘇香氣息可能會踩雷喔 因為我們第一集呢 迷新聞就要跟大家繼續聊這個所謂的雷虹之戰 很多朋友以為雷虹之戰要落幕嘛 原因很簡單 李金磊也說他不告了 王力虹也說你住了大疆就給你了 保姆也給你了,散養費也給你了 應該落幕了 可是沒想到竟然有翻外篇的續集 而且既然現在傳出Yumi就是所謂白兔的妹妹 服藥親身 雷娜發生什麼事情了 對啊,這位自稱白兔圈外好友的 做個小孩007 竟然指出Yumi真的吞藥替身 而且在醫院急救耶 大家看一下下面這張照片 他真的是在急診室耶 這個是這樣子 對,你看 他是叫做個小孩007 他是忽然在微博上 他其實沒有什麼好友 好友很有限 然後名氣也很有限 可是他忽然喔 驚爆,你看 白兔的妹妹Yumi 吞藥親身 而且他寫得非常非常強硬喔 Yumi吞藥親身在醫院洗胃急救 而且還提醒王立宏 王立宏 你最清楚Yumi根本沒有介入你 一地雞毛的婚姻 一地雞毛的婚姻是什麼意思啊 有沒有觀眾朋友懂中國有用語 可以幫我們留言一下 他說如果他真的出什麼事情 我絕不原意 欸,雷娜他擺了很多照片耶 有什麼藥單什麼發生什麼事情 對啊 Yumi真的是在家裡親身耶 而且他還發出這麼多的照片 旁邊也有看到旁邊的診斷書寫 他在病為重症科 而且他現在還在隔離病房 進行休息耶 欸,雷娜你不講我都沒有發現 你看真的是在急診 微重科 而且他所在的區域是什麼 紅區一到二級啊 觀眾朋友這邊有什麼綠區 然後黃區 紅區 所以顯然他的婚姻指數 是非常非常高的 可是呢 當大家被這個新聞所震驚的時候呢 既然有人踢爆說 這可能是一場金星社劇的假劇嘛 真的假的 有一位啊 聲稱是醫護人員好友的網友指出 Yumi就是只吃了兩顆維生素 和兩顆退黑激素啊 難道這樣就要上急診 欸,那我被搞混咧 我真的被搞混 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因為前面呢 看起來是很真啊 又有病為通知 然後又在紅區 然後又看起來有藥 然後又很虛弱 可是這個既然這樣講 你看他是閃閃發光的新獎 他也是一個他自己自稱啊 他在上海的一個醫護人員 他直接公開說 他說我們啊 Yumi推草輕生 就持了兩顆維生素 跟兩顆退黑激素 為什麼 因為他說他在急診室服務的 醫護人員 而且這醫護人員還特別說 他跟 他還特別出事喔 他跟醫生的對話記錄 然後他就說什麼 急診老師夜裡被寒醒 對他生命特徵 只講了四個字 不要太好 所以說 欸 現在變成是兩邊人 誰公說公有禮 婆說婆有禮 有人說 Yumi真的是輕生了 有人說 Yumi的這個所謂的 生命特徵不要太好 所以到底是真還是講 沒有人知道 可是雷娜更離奇的狀況來了 就是說 因為剛剛出來爆料 就是說 一直號稱這個叫做 做個小孩007 就是一直號稱是 Yumi的好朋友嘛 對不對 可是呢 現在也被網友繩出來 其實他卻有其人耶 對啊 而且在這邊有一點 雷娜覺得很有趣 什麼 就是大家還記得 李靜雷有PO出裸造截圖 說那是Yumi嗎 喔 你的意思是說 因為那時候呢 李靜雷有去指控王力宏 對於Yumi的過程中 明明婚姻當中 還有在那邊互相啊 約什麼約什麼的 結果PO出一張微信的截圖 那個大頭貼啊 Yumi是穿得非常非常少 等於是沒有穿衣服 他們指控 Yumi還在王力宏的婚姻中 去勾引王力宏 就他說這個是假訊息啊 對啊 而且他說他身材沒那麼好 欸 我想呢 好好 你之前是不是也有PO出一張健身的照片 還是那張圖你也是批的呀 什麼批的 我是有健身習慣的好不好 大家可以來我的臉書看看 我是真的有在健身 可是關鍵事情 其實坦白講啦 人家想在大頭照放怎麼樣的照片 那是他家的事 可是他講非常非常多證據 包含裸造截圖是不是Yumi 他說不是 一看就是個洋人 他身材這麼好 然後還有一個關鍵 假報警 因為我們之前有跟大家網友分析過啊 他那個報警過程的那個三連單 但沒有編號 可能是假的 可是他說報警是真的連照片都出來了 對啊 大家我們可以仔細看一下上面的日情 就是顯示12月18號 就是在李靜美發5000次貼文的那個時候啊 而且下面還有一張他們真的在警局的照片耶 所以這到底是不是真的啊 其實坦白講 越來越撲朔迷迷的 一般人講說真理越變越明 可是感覺這件事情好像越變越不明 因為呢 一方面說這個Yumi是假報案 可是事實上呢 他又貼出一張照片是12月18號 凌晨3點38分的報警現場 然後這個看起來就是Yumi 然後這是公安人員嘛對不對 所以到底有沒有報警 現在也變成羅生門 可是現在還有一個羅生門 要等你來講解喔 因為你可能對於這個原語 你是來自原宇宙的嘛對不對 你對於資訊應該比較了解 因為之前有傳出一張照片啊 這張照片呢就被網友攻擊說 這個時候王力宏已婚 那王力宏已婚的話 那照理來說你跟一些朋友 尤其是異性的朋友拍照應該保持距離 和這種呢 你看Yumi穿得好像很火辣 然後跟王力宏這種勾肩搭配 很多人都說了 Yumi在王力宏已婚的過程中呢 還去勾搭王力宏 可是你說這個做個小孩007 也PO出了實錘證據證明 其實這張照片是在2013年的照片 對啊大家看到上面這張螢幕截圖 上面竟然是2013年5月1號 而且就是在王力宏上海演唱會 火力全開的當天 可能是晉升宴吧 我懂我懂 因為如果你用數位相機拍照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看到 照片背後的information的 這張照片的Creative Day 是在2013年的5月1號 這時間點也是兜得上的喔 因為2013年的4月30號 王力宏正在上海開演唱會 那我們也知道Yumi長期住在上海 所以看起來像跨業的慶功宴 然後他們大家在做慶功的時候呢 所拍出來的照片 那這樣子其實坦白講 好像也沒有介入人家的婚姻嘛 所以現在真的坦白講 到底誰說的是對的 沒有人知道 可是重點來囉 我覺得網友真的非常非常厲害 因為呢大家都在猜嘛 這個做個小孩007到底是誰 有人說她是Yumi的圈外好友 有人說她是Yumi的假帳號 可是蕾娜 有人抓到了 原來她真的是Yumi的圈外好友 對啊廣大的網友真的很厲害 大家我們看一下右邊的照片 下面那張就是做個小孩007 曾經發出的照片 因為沒有頭嘛 沒有頭 因為她本來就是 那個所謂的 不露臉的小號 所以沒有頭是正常的 對 但是重點是 你有看到那一顆痣嗎 這一顆 對 痣又怎麼了我全身也有痣啊 我們再看一下上面那張照片 上面那張照片 其實就是白兔的好友 弄剪四兩小朋友的照片 而且大家有沒有發現 兩顆痣的位置 好像在同一個地方 欸同樣欸 然後也都帶所謂珍珠項鍊 雖然你說弄剪四兩小朋友 其實也是一個雙胞胎的女作者 然後白兔呢是雙胞胎的女歌手 所以他們兩個人的關係 本來就非常非常好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 其實有拍出這張照片 被網友比對出來 原來白兔真的在透過他的好朋友 在放話 這件事太怪了吧 對啊 重點是好友要來澄清 為什麼要用小號 為什麼不用本人的帳號啊 對啊 這件事情其實坦白講 我覺得很怪的原因就是 以我的資質弩頓 我分辨不出來誰說誰對 可是我知道一個邏輯 就是說 一般藝人要澄清事情的時候 要嘛用本尊帳號 要嘛就用工作室的帳號 要嘛呢 你就要請朋友出來幫你澄清 那也用朋友的本尊帳號 為什麼不自己澄清 不用工作室帳號澄清 然後呢 你的朋友要出來 也不用自己的本尊帳號來澄清 用自己的工作室的小號來澄清 太怪了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坦白講 沒有越變越明的耶 那我想問雷娜一件事 你看完王力宏這些 那麼多狀況的時候 你真的相信你的講萬安 萬安哥 是表裡如一的人嗎 我目前是相信啦 但以後是我也不好說啊 但我現在完 維持他的完美形象 我覺得很美好啊 萬安哥跟你開玩笑的啊 因為我們雷娜是真的 真的很迷你 所以我們層次邀請 如果有機會的話 來上場我們九十要客數跟雷娜 第一手的 面對面的接觸 那如果呢 今天是我們 九四迷新聞的第一集的播出啊 那我們每週二跟四都會 跟大家聊聊最新最迷的新聞 如果 如果你們覺得有趣的話 拜託大家 未來提早十分鐘 準時收看九四迷新聞 那九四迷新聞結束之後呢 九十要客數會緊接的開始 千萬千萬不要離開 然後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讓更多的人 吃飯配九十要客數 嘴下飯 雷娜我們跟大家說掰掰囉 大家我們下禮拜再見囉 掰掰